嫁给假富豪的四位女星,最惨的是她,妈妈的养老前都被骗走。 孟广美,身高178公分,1995年进入模特圈。 她从未参加任何一个模特比赛,却是台湾首位登上米兰时装周舞台的名模。 她的貌美和性感吸引了大批粉丝。 孟广美与Carrado认识11年,拍拖4年多,但是在2008年,孟广美向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举证,她的数千万家资连住妈妈的养老前都被外籍男友扫得一前二进。 但最终,孟广美状告前男友诈骗一案,却以南方无罪告中,孟广美贫困得只能租房。 不过幸运的是,被外国人骗了,最后有国人富豪来拯救她。 第二位,陈法荣。 陈法荣是80年代的最后一位港姐冠军,获选之后与无线电视台签下合约并得到电视台的力捧。 曾参演过人在《边缘》、《渡辖》、《镜足100分》等几十部电影电视,成为无线的当红花瓣。 陈法荣的演艺事业虽也跌倒起伏,但也还算不错了,而她的情感之路却极为坎坷。 经历了几段感情后,在她41岁时有了新的恋情,那就是身家于10亿的商人朱宁。 就在金融危机的时候,陈法荣才发现,原来自己的富豪蛮有用的是假名,非但没有几十亿反而欠下千万巨债,老公还和陈法荣玩起了失踪。 两人的感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而结束。 第三位,张子怡。 张子怡是华语电影史上一个很出色的演员,不仅在国内很有成就,在国外她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,因此很多人都叫她国际章。 张子怡的情诗也毫不逊色,尤其是和外国男的那段缠缠缠缠的爱恋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 我们都知道,张子怡早年进军好莱坞,认识了很多外国男星,由于张子怡长得漂亮,身边自然有不少帅哥追求她,张子怡之所以能在好莱坞发展得好, 完全离不开她的男友Vivy,爱为你我,两人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张子怡也很爱这位外国男友,他们差点没走进婚姻殿堂。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,后来有网友爆料,来自以色列的Vivy Nivo根本不是什么亿万富豪。 第四位,贾静文 当年,贾静文不惜放弃了如日中天的艳密事业,并且未婚先孕嫁给了所谓的富豪孙志号,一度引起了娱乐圈的极大反响,让许多女星无不为之羡慕及度恨。 然而时隔两年,随着两人离婚,争夺财产,夺女等大战打响后,就有媒体爆出,孙志号根本不是什么大富豪,最多只是一个会英文的海龟而已,贾静文被这个假富豪忽悠后,不仅丧失了大好的演艺前途,而且还陷入了离婚的官司大战,够悲催的。 在经历过风雨之后40岁的贾静文,嫁给了比自己少9岁的修杰凯,也成为了娱乐圈内的一段佳话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